大家好,我是Karita,周梓涵 大眾典型覺得的美女都是詩紙紋紋 清清純紋 我覺得我自己和典型的審美有少許主意 典型的美女可能會附上一把很甜美的聲線 人們會說我老牛聲 但因為我擁有這把聲 我唱歌會有我自己獨特的角色 不滿意的地方很多 我覺得我對眼睛可以更有神 這個比較溶懶的眼神狀態 比較容易有掩飾的感覺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擁有掩飾念是天生的 就像我那首歌一樣 我沒有錯沒有抽泉 我真的不對 試過有一個藝術的朋友 在背後面見到我 就問你剛才為何黑臉 然後我說我沒有,我正在放空 其實在這行業 是否要長期少面型人 我也有做過自己 我有沒有必要去做一個典型 但仍覺得我需要的面貌 我不想逼自己 但我覺得禮貌是需要有的 在樂隊的時候 都已經有人會判斷你的印象 外界定義我的性感 可能在我的形象上 會被人有這種感覺 但性感其實在每個地方 是否一定是等於 表現性感 就是等於我是性感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一個人很精彩 或者很專注於一件事 其實已經是很性感 你一定要做得施施 密密保守 乖突然 你是一個好女孩 我穿到這樣 是否等於我不是一個好女孩 沒有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一個壞女孩 在裡面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一個壞女孩 我小時候是一個很乖的人 我是挺壓抑的 因為家裡的價格比較厭 我想這個Baddy是隱藏在裡面 在一個適當的時候 我想拿它出來 就在我的音樂裡面 Baddy doesn't mean you are a bad girl 你不是一個好的人 你不是一個五線良的人 所以我覺得 形象不定是一個怎樣的人 有Baddy的心態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樣才可以 你這樣才可以做別人不做的事 走一條跟別人不一樣的路 我是一個很有義氣的人 有一次我們一班朋友 我們一起去泰國旅行 然後我們住的地方 旁邊是有一些新的人入住 因為那些人那麼中 他們那麼錯 他們以為是要進去我們的房間 我聽到很多男人的聲音 然後我完全沒有偶包 我是掃眼 我是沒有化妝 洗完澡包著頭影 我就開門 一個很兇的樣子 去保護他們 我就做甚麼事 我要確保我的女生是OK 我以為這些人 是想知道間房間是甚麼人 也就是想玩的 然後我還要罵他們 可能平時就是 比較會覺得我需要站出來 去保護自己的Ego 或者保護身邊的人 所以我就會很容易 有一個比較強悍的感覺 在學校的時候 身邊的同學 我會見到 有些是被欺凌的 我很想跟他們做朋友 其實有時很無辜 有些人根本 可能只是他成績不好 就已經被別人不喜歡 那這件事 是我覺得最不甘 我覺得 為何你們不看 其實可能他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所以我就會想跟他們做朋友 那個保護人的Ego 就是乾自開自由 我是很想成為一個很自信 勇於為自己發聲的人 我不完全說我現在是100%做到 但是我覺得我都做了80% 因為以前的我是很討厭 和很介意別人怎樣看我 我覺得是令到我很多決定 做得很不確定 所以我覺得我經歷了這些事情 種種不同的事情發生了之後 我就覺得 我不需要那麼遲疑 做所有事情都 我需要站在自己 還有要忠於自己的想法 一開始聽聲音覺得很MAN 聽完他唱歌回來 又覺得正常了很多 謝謝你 證明你的耳朵真正常 第二個評論 嘩 嘩 聲音很恐怖 嘩 誰是嘩 其實也不是很恐怖 或者聽到幾首歌吧 肯定覺得 女兒經常賣弄性感 但變成MK cheap味 沒有什麼觀眾緣 為什麼會覺得賣弄性感 還有MK cheap味 我很想你指出 是為什麼 哪張照片 兩年前見過真人 的確眼前一亮 但是回國一看 其他東西沒有了 因為不耐看 樣子不會長久 所以你要聽音樂 吵野性情 增加自己 多謝 剩個樣唱歌走音 我會正視 可能有時不穩定這個問題 所以我有繼續努力 對 我相信每一個歌手 都有面對過這個問題 我覺得正視 為什麼不 沒有人太完美 很快 很好 快點 整個東西 他已經沒有了 我好哪個遊戲 這是要做的 無論個珍貴人 每個遊戲 你不會搞定